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 今天,我们将探索一首令人心持神往的古诗 《琵琶行》 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 它融合了音乐、情感与艺术 以动人心弦的笔触描述了一个琵琶女子的悲壮命运 在这个视频里 我们将深入解读《琵琶行》的内涵与情感 探讨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以及白居易如何巧妙的运用语言 描绘出那个恢弘的古代场景 无论你是对古诗感兴趣 还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 本视频都将为你打开一扇了解琵琶行的窗户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段古老而美丽的诗篇 感受白居易笔下的韵味与意境 在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对这首诗的看法和想法 原文 寻阳江头叶送客 枫叶笛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刻在传 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江别 别时茫茫将近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望归刻不发 寻声暗问谈者谁 琵琶声停欲语池 遗传相近妖相见 天酒回灯重开宴 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 未成曲调先有情 贤贤演艺生生思 四肃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事 清炉漫年抹腹挑 初为霓裳后六吗 大贤曹操如吉语 小贤窃窃如私语 曹曹窃窃措杂谈 大猪小猪落玉盘 监观英语花底滑 优越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色嫌宁绝 宁绝不通声赞些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炸破水浆泵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播当心话 四贤一生如烈博 冬传西房巧无言 唯剑江心秋月白 陈吟放波插弦中 整顿衣裳起脸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 夹在蛤马陵下注 十三学得琵琶城 明鼠教方第一步 曲霸曾教善财符 装成美被秋娘度 五陵年少征缠头 一曲红霄不知树 垫头银壁鸡结碎 血色裸裙翻酒屋 今年欢笑复明年 秋月春风等闲度 递走从军阿已死 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安玛西 老大驾坐商人妇 商人重力清别离 钱月扶两买茶去 去来江头守空船 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呼梦少年事 梦提妆类红栏杆 我闻琵琶以叹息 又闻此语虫鸡鸡鸡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此地经 折居卧并寻扬城 寻扬地辟无音乐 中岁不闻思主声 住进盆江地低诗 黄鲁苦竹绕宅生 渠间弹幕闻何物 杜鹃提写原哀鸣 春江花昭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读清 岂无山歌与村笛 欧鸦昭渣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 如听仙悦耳赞鸣 莫辞更作弹一曲 为君翻作琵琶行 敢我此言两久力 却作促闲闲转集 七七不似向前生 满座重闻皆眼气 座中弃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山诗 一闻 在巡洋江边夜晚送别客人 枫叶和芦花在秋风中轻轻摇曳 主人下马 客人上船 端起酒杯却没有音乐伴奏 醉意未成欢 只有凄凉的分别 离别时月光洒在茫茫的江水上 突然听到水面上传来的琵琶声 主人忘了回家 客人也停止了离去 试图寻找琵琶声的来源 但弹奏者停止了 似乎欲言又止 船靠近一起 邀请彼此相见 再次加酒 重新点亮灯光 继续宴会 千呼万唤终于出现 但弹琵琶的人依旧半遮面 调整琴弦 弹出几个音符 还未成曲调却已经充满了情感 琴弦生生 似在诉说着一生中的无奈和遗憾 弹奏者低头 信手连弹 将心中的无尽事物说个不停 手指轻柔地拨动琴弦 一会儿弹着霓裳 一会儿是溜吗 大弦声如急语般嘈杂 小弦声则像思语般细腻 弦声交错纷乱 宛如珍珠落在玉盘上 林间鸟语 花下溪水溜滑 深谷中泉水潺潺难以辨别 寒冰之泉使琴弦冷色凝滞 凝滞的琴声逐渐停歇 在别有忧愁和暗恨的情感中 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破裂水叶四溅 铁骑突出刀枪声响 曲中弹拨时小心谨慎 四弦一声如裂开的绸缎 传在东边西边静静的 只看见江水中洁白的秋月 琴声停顿 身吟柱 整理衣裳 收敛情绪 自我说起 原本是京城女子 在蛤马陵下居住 十三岁学会弹琵琶 名列教方第一 弹奏玩曲 常有人福气 但装扮完成后 常遭秋娘妒忌 在武林间 年轻人争相追逐 弹奏一曲红绸 不知多少 华丽的首饰 与银币积节生碎 鲜红色的裙摆 沾染着酒渍 今年的欢笑 明年又合意 秋天的月光与春风 漫无目的地度过 弟弟投笔从军 靓女却去世了 离去与归来 脸色依旧 门前冷落 安玛少有 姐姐嫁给了商人 商人注重利益 轻易离别 前个月买茶 就去福粮 去来往返江口 守着空船 绕船月明江水寒 深夜里 突然梦见年少时的往事 梦中哭泣 泪水染红了窗帘 我听到了琵琶声 似乎也听到了 沉重的叹息声 我们都是流落一厢的人 相逢何必非要曾经相识 我从去年离开帝都 流落并踏寻阳城 寻阳地方偏僻 音乐稀少 一年到头听不到琴弦和主管的声音 住在盆江附近 地势低洼潮湿 到处长满黄色的芦苇和苦竹 这里每天早晚听到什么声音 只有杜鹃提鸣和圆喉杯提声 春天江边花开 秋夜月明 经常拿起酒杯独自倾听 难道没有山歌或村笛吗 雅音和刺耳的声音难以听得懂 今晚突然听到了你的琵琶声 仿佛听到了鲜乐一般清晰 别拒绝再坐下弹奏一曲吧 我将你的琵琶声翻译成诗篇 深深感受了我的词语 长久地站着 忽然加速弹起琵琶 悲凉的琴声不似之前的欢乐声 坐中的人听后纷纷掩面哭泣 坐中哭泣最多的是谁呢 那是江州司马身穿青色长衫 泪水湿润了她的衣襟 白巨翼的琵琶形是一首古代诗歌杰作 这首诗以其优美的诗歌语言和深刻的情感描写 展现了古代女性的命运沉浮 离愁别叙以及琵琶音乐所表达的情感 全诗共56句 以自然流畅的叙述管道 展现了一笔特琵琶弹奏者的离愁别叙 情感纠葛和人生遭遇 一、文学背景和时代背景 白巨翼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诗人 他的作品以情感真挚 描写生动而著称 琵琶形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作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在唐朝这个盛世 文化繁荣 诗歌艺术也达到了顶峰 而这首诗作通过琵琶的音律 表达了人生的无奈和苦涩 充分展示了唐代诗人 在表达情感和抒发思想上的高超记忆 二、诗歌结构与情感流露 琵琶形以自然的叙述手法 描绘了一幅壮美的离别场景 首剧寻扬江头夜宋客 枫叶笛花秋色色就展现了主人 夜宋客人的离别情景 接着 诗人描写了送别时的茫茫江水 和沉浸在其中的月光 随后琵琶声的出现 引发了一系列离仇别序 琵琶声传来 主人客人不禁为之心动 主人忘却了送客 客人也停止了远行 进而展开了对琵琶声的追问和赞美 琵琶声声情绪交融 表达了诗人的情感纠葛和生活感悟 整首诗通过琵琶声音的描绘 呈现了主人公离仇别序 和对琵琶音乐的沉醉 展示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感纠葛 和无尽的思绪 三 女子命运与琵琶音乐 接下来 诗中介绍了弹琵琶的女子 从她的出身 学艺 被称颂 才华 遭遇和境遇的变迁 描述了她从少女时代的辉煌 走向沦落和孤独 她的琵琶曲 红纱布之术 曲霸常让人服气 但每每装成后都被别人嫉妒 这位女子历经沧桑 从家庭背景到个人境遇 被描绘得十分鲜活 诗中还涉及到了命运的无常 亲人的离世和家庭的变迁 给人以深刻的思考 最后以琵琶声的再现 和诗人对琵琶者的赞美结束 表达了对琵琶音乐和琵琶者的敬意 四 感悟与人生思考 琵琶形所蕴含的内涵丰富而深刻 通过琵琶的声音和琵琶者的境遇 抒发了作者对人生无常的感慨 诗中所展现的离别 沉思 纠葛和无奈 引发了对生命 命运和情感的思考 琵琶声音承载了无穷的情感 不仅仅是音乐 更是琴者心灵深处的表达和诉说 五 对比与异象的运用 白居易在琵琶形中运用了对比与异象的手法 通过琵琶声和主人的情感对比 强化了离别的悲凉 音乐的悲壮 同时 用丰富的异象描绘了江水 月色 琵琶声的生动场景 增添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六 经典之作的价值 琵琶形以其情感真挚 艺术手法高超 形象生动 异运丰富而被誉为唐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它深刻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离别和命运变迁的思考 通过琵琶的音乐表达了深情与苦涩 这首诗唤起人们对于生命中离合悲欢 情感挣扎与人生无常的共鸣 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总的来说 白居易的琵琶形通过对琵琶音乐 女子命运和人生感悟的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人生无常和离别的深沉思考 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情感内涵 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不朽的经典之作